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方便拴牛 在庄严的一棵榆树上绑了一个铁圈 随着榆树的长大 铁圈慢慢的镶嵌了进了树生 这个榆树表面留下了一道生生的伤痕 有一年在美国当地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植物增菌疫病 方圆几十公里的榆树全部都死亡了 唯独那棵铺了铁圈的榆树却活了下来 那么很多科学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棵榆树能存活呢 植物学家对此产生了兴趣 于是组织人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正是那棵给榆树带来伤痕的铁圈 救了它 因为铁锈的腐竹 铁圈里它吸收了大量的铁粪 所以榆树才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余地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美国的一个农场里 这棵榆树至今仍然长在美国的密西根州 一个附近的这个叫比尤拉县的那个农场里 充满生机和活力 不仅是树 人也是如此 台长每一次讲一个小故事 总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人生的真谛 我们也许在生命当中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 就像一棵榆树曾经被人家镶嵌很深的印记一样 但这些伤害可能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养料 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刚毅更加的坚强 更拥有经验和智慧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让我们过去对我们的伤害 成为我们的一个觉悟 忘记它 让我们及时从迷惑当中解脱 来迎来更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